美國歷史上 首次前總統因信虐待被釘罪 史如貝勒信侵犯者的罪名 你不能得罪 美國理論大華 判決背後 真相究竟如何 特朗普把這個事情形容為 一個政治迫害 不擇手段 把政治對手要趕進殺絕 判決讓總統大選扑朔迷離 兩黨都把它作為一個政治派來打 鳳凰聚焦 特朗普的信之罪正在播出 《華潤鳳凰聚焦》 這裡是《華潤鳳凰聚焦》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9號在民視案中遭紐約法院 判性虐待和誹謗罪 他在當週就提出了上訴 而評論普遍預測上訴的過程 可能會持續數年 而特朗普正在尋求2024年 也就是明年再度競逐美國總統 這一次只是他被提訴的 眾多指控之一 特朗普真的是打不死的鴻魔 越獲罪卻越有人氣嗎 當地時間5月9日 紐約曼哈頓法院陪審團裁定 特朗普對於美國作家卡羅爾的 性虐待和誹謗負有責任 需要向受害人支付200萬美元的 民視索賠和300萬美元的 誹謗索賠金 共計500萬美元的賠償 在法庭宣判後 受害人卡羅爾戴著墨鏡 面帶微笑 全程一言不發 和他的律師快步離開法院 他的律師卡普蘭向媒體表示 對這個判決結果很滿意 我認為這意味著 在我們的國家 沒有任何人 甚至是一位前總統 甚至是一位男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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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超過法院 通過三個小時的審判 那麼最後就得出了結論 特朗普第一 有罪 第二 他所犯的知曉 目前並非強姦罪 而是性虐和侵犯 判處特朗普賠償原告 卡羅爾女士500萬美元 判決現在還沒有生效 因為這個只是一個初審判決 而現在我們看到 確實特朗普已經在上訴 這個罪 嚴格來說 它特別不是刑事方面的罪名 只是一個民事的 雙方就是完全是 以特朗普罰款的一個刑事來結束 根據美國法律 這是一起民事案件 也因此特朗普無需出庭受審 或參加任何訴訟程序 在5月9日的審判中 特朗普並沒有到場 而是向陪審員展示了 審前證詞的視頻 在審前證詞中 特朗普堅稱沒見過卡羅爾 卡羅爾也不是他喜歡的類型 但在此前的問詢時 當局曾給特朗普展示了一張 他和卡羅爾面對面交談的照片 特朗普在看照片時 把裡面的卡羅爾 認成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瑪拉·梅普爾斯 甚至沒認出站在自己旁邊的女士 是第一任妻子伊萬娜 我甚至不知道那個女人 看看 我不知道 這是瑪拉 你說瑪拉在這照片裡嗎 這是瑪拉 對 這是我妻子 那位女人你正在向來 是卡羅爾 那位女人你正在向來 是卡羅爾 我明白 誰是 誰是 你的妻子 他完全否認與卡羅爾相識 而且特朗普當時作為這個 可以說是房地產商界的名人 可以說是在這一生 留下了無數的合影 在法院的這個 可以說是邏輯推理當中 還是存在這種可能的 而且特朗普本人 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的 就包括電話 包括這些記錄 能證明他們兩個確實認識 只是說這樣一個 年代久遠的照片而已 在三個小時的庭審中 曼哈頓陪審團裁定 未能發現足夠證據證明 卡羅爾被強姦 但確實發現 特朗普曾對卡羅爾 實施了性虐待 毆打 以及誹謗 陪審團九個人 大家一起來進行合議 最後如果說有五個以上的人 判定他有罪 那就是有罪 那麼這種制度實際上 並不是說完全依據證據來進行 而是要依據於陪審員 自己的專業素質 以及他們是怎樣看待這個事件 有一定的他們的這種 就主觀影響 美國政治新聞網稱 既成為美國首位 被彈劾兩次的總統 以及首位遭到刑事起訴的 前總統後 特朗普又成為第一位 被聯邦陪審團裁定 犯有性虐待罪的前總統 其實看特朗普笑話的人 也非常之多 就是都認為他作為一個政治家 其實他第一 他並不是很合格 第二個呢 也跟大家格格不入 特朗普的性格一向很張揚 比較跋扈 有一定侵略性 攻擊性 特朗普的一些擁躲 在他們看來呢 別的總統為什麼沒有這麼多的 無論執政之路 包括卸任之後呢 在政壇走得非常坎坷 那不就是特朗普本人 自己已經宣佈參加2024年大選 這些民主黨 包括特朗普的反對者 要極力地抹黑他 極力地醜化他 要打擊他 阻止他 2024年再次入住白宮 據美媒報導 對特朗普的最新裁決 是基於一起民事案件做出的 因此他不會遭到監禁或刑事定罪 特朗普隨後在社交平台上 用全大寫字母發文回應稱 陪審團的裁決 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恥辱 並稱這是有史以來 最大的政治迫害的延續 他認為這個結果 是對他本人的這樣一種迫害 如果說他接受了這個結果 做出了賠償 就意味著 坐實了法庭的相關的判決 對他的這樣一個認定 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對特朗普本人的競選前景 恐怕都會有一些連帶的影響 這也是為什麼這些案件 受到美國社會廣泛關注的原因 他自己的觀點就是 說一旦碰到這種 就是跟性醜聞有關係的 這種案件的話 就一律是什麼都不要承認 一定要是全盤否認 然後就把這個事情 整整地甩回到對方的身上去 給對方潑髒水 什麼各種方法 就是自己 就是一定要摘得乾乾淨淨 不能有一點妥協 這是他一貫的 在這種事件上的特色 這次他也同樣 把這個事情形容為一個政治迫害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對方真正地 就是對他所說的刑事起訴 把這個事情淡化 特朗普在抓住這個時機 進行反擊 他認為民主黨把司法的 機構武器化 打擊政敵 澄清自己的清白 然後可以說是轉手圍攻 盡量地把壞事變成了好事 判決的第二天 美國時間5月10日 特朗普接受了一家媒體的 選民拉票專訪 在節目裡 特朗普再次否認了 卡洛爾的指控 表示他從未見過卡洛爾 我從未見過這個女人 我從未見過這個女人 這是一個偽造的故事 製造的故事 在節目中主持人提出 特朗普曾在一段視頻中表示 自己可以未經允許 就觸摸女性的生殖器 因為她是明星 就此 是否特朗普還依舊堅持 自己的言論時 特朗普做出了肯定回答 如果您看過這幾千萬年 特朗普的原因的吹捧 在這個問題上 她可以說是似乎極大 同時她本人的性格 我們知道特朗普 這有時候說往往是口無遮攔 但是這也是她的一個政治人設 這也是你很多的 她的堅定的支持者 喜歡她的原因 因為她更接地氣 而不是常年在華盛頓的 傳統政客這種偽君子的形象 卡羅爾究竟是誰 她和特朗普又有怎樣的關係呢 現年79歲的美國時尚雜誌 前專欄作家卡羅爾 1943年12月12日 出生於美國的印第安納州 1963年 卡羅爾參加印第安納州的 選美比賽 並獲得了印第安納大學小姐稱號 1964年 她贏得了美國啦啦隊小姐稱號 大學畢業後 卡羅爾成為一名記者和專欄作家 做過編輯 並且開了她自己的欄目 這個欄目而且非常的火 在此後她又曾經在 《花花公子》雜誌上面 擔任女性編輯 這是非常少見的 就是以自己女性的視角 在《花花公子》這樣一個 純粹男性的這樣一個 雜誌上面寫專欄 這個是在其他的女性作家而言 可能是一件尷尬的事情 但是卡羅爾一直還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她就給大家的感覺是 一方面她的整個的生活 是比較豐富多彩的 另外一方面 她也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女性 2019年 卡羅爾出版了一本名為 《我們需要男人幹什麼的書》 描述了她曾經被特朗普 性侵的場景 根據描述 1996年 特朗普當時在紐約的 一家百貨公司內 以幫助另一個女人 挑選衣服為由 將她騙到更衣室 隨後對她實施強姦 卡羅爾的書一發表 引發了軒然大波 時任美國總統的特朗普 失口否認卡羅爾的指控 並在多個場合表示 卡羅爾這樣做的目的 是為了出名和經濟利益 其實他的描述是挺特別的 因為卡羅爾就說 他當時是比較欣賞特朗普的 跟特朗普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覺得特朗普很會恭維他 而這時候他也跟特朗普說 他也說在此前還有一點調情 很多人就是有這個理由 在指責他 既然特朗普真的是 對你當年實施的這個性侵的話 你當時為什麼沒有控告 為什麼要等特朗普 已經是美國總統 已經入主白宮了 在2019年後 你才通過一本書來控告 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其實某種程度上 當然可以說是卡羅爾 確實要通過這種事 也是提高自己的名聲 這種可能也是存在的 2019年6月 卡羅爾為了引發外界關注 登上了《紐約》雜誌的封面 標題是 這就是23年前 遭特朗普失憶件 性攻擊時我穿的外套 此後 卡羅爾曾再次對特朗普提起訴訟 但由於在總統任期 一直被上訴法院擱置 楊告芳 卡羅爾 他對在2019年和2022年 都分別發起了起訴 他起訴的罪名 我們看到其實有三項 第一項是關於侵略帶的問題 不但地觸摸 對他實施了暴力行為 第二個是關於誹謗 因為在他發起起訴之後 他聲稱特朗普通過各種方式 對他進行了誹謗 第三個是強姦 特朗普的這個案件 它當然是一個刑事案件 後來現在又轉為一個民事案件 但實際上 如果說它會不會沒有政治因素 那簡直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特朗普在擔任總統期間 他當時卡羅爾就曾經訴訟過他 那個時候就是因為他是總統 他在擔任總統的時候說的話 那就是說能不能作為一個政言 或者說這個是不是可以作為謊言 來進行揭穿 當時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屬於一個美國的制度問題 那最後就等於表面上說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但是面對一個美國總統 當時卡羅爾這個訴訟 還是沒能成功 直到2022年11月底 紐約生效一項新法律 規定在過去幾十年裡 受到性侵犯的受害者 可以在一年內 起訴他們所稱的兇手 基於這一新法律 卡羅爾重新向法院指控特朗普 為特朗普可以說是 量身定做的修正案 就是說幾十年之內的案子 都可以在這一年之內提起訴訟 這是明白的 就是給卡羅爾這個機會 讓他再次對特朗普起訴 想通過不斷的司法打擊 讓特朗普從現在到今後 大選的道路上 始終是背著各式各樣的官司 始終是到現在 都會背著各式各樣的一些 指責的罪名 特別是現在性侵犯案這個事 現在已經判定之後 特朗普今後參加競選的時候 是不是身上就會使用 背著性侵犯者的這樣一個罪名 《紐約時報》在5月9日報道稱 多年來有十幾名女性 指控特朗普曾存在不當性行為 但此前從未有任何一項指控 在法庭上被提起訴訟 對於本次特朗普被定罪 卡羅爾表示 但是 今天世界終於知道了真相 這個勝利不僅屬於我 也屬於每一個 因為她不被相信而蒙受苦難的女性 特朗普敗訴後 共和黨內嘩然一片 有共和黨策略專家表示 雖然性虐待案為民事審判 並不涉及刑事罪名 但是對特朗普的名譽 和正在瞄準總統寶座的共和黨而言 實在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我們知道共和黨傳統意義上來講 在道德上 在這些法律上是比較保守的 他們是比較強調一些家庭的觀念 一些傳統的道德的 所以說這不利於 他在黨內建立一個團結一致 支持他的這樣一個氛圍 特朗普從他變成一個政治人物開始 就在共和黨內部製造了分裂 就是建制派是反對特朗普的 而非建制派是支持特朗普的 到現在這個裂痕依然還在 所以他很難團結所有的共和黨人 來共同地支持特朗普 在被定罪後的第二天 特朗普在參與的節目中 回應了從卡洛爾的信略帶旦 到海湖莊園機密文件等 一系列他面臨的法律糾紛 他表示 這些事件對他的競選活動 絲毫沒有影響 政治上看來 他也是一個打不死小強 不服輸的這樣一個人 特朗普現在就抱了一個信念 只有讓你們選特朗普 包括特朗普主義 包括特朗普領導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夢想實現 特朗普屬於劇場前政治家 也就是說他要有舞台 他只要有舞台能讓他去表演 不管是喜劇還是悲劇 都能夠把觀眾戲 拿到他的面前 得到更多的這種政治上面的資本 如果我能夠炒作自己的話 那我就會成功 這是特朗普一貫的政治風格 那麼這一次 不管這次遇到的 究竟是一個艱難選阻 還是說是一個對他的催化劑 都會使他在政治上面 獲得更多的關注點 《紐約郵報》認為 特朗普敗訴後 對他自己和同僚而言 都是一個負擔 前阿肯色州州長哈欽森 譴責了特朗普對法治的 傲慢和蔑視 認為他的行為不可原諒 現在的黨內想挑戰特朗普的 他們現在站出來也是呼籲 特朗普你既然背了這個罪名的話 你就不要參加競選了 但是這個聲音在共和黨黨內 還是不佔主流的 還是很微弱的 特朗普他對建制派一向很不客氣 那麼共和黨之間的建制派 會不會就容不下這一個 目前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候選人 這個現在目前也是一個疑問 但是也有共和黨人認為 關於性虐待的判決 只會加強特朗普 在支持者中的地位 我的投票數字剛出現了 他們上升了 佛羅里達州的 共和黨戰略家奧康奈爾表示 特朗普有一個無論風雨 都將堅定支持他的基礎 試圖利用今天的裁決 來反對他 不會削弱他的支持者們的決心 假如說特朗普真正是動搖了 就在這個事情上面 他不敢直接面對訴訟 或者說面對訴訟的時候 他表現得比較軟弱 那麼就會被他的 這些支持者們認為 這已經不是他們想要的 那個特朗普了 那既然如此 那可能他們選票就會失去 否則的話 即使特朗普在訴訟之中出現失利 或者是在訴訟中出於不利地位 那麼依然是他們認為的 那個傑傲不循的領袖 所以他們還會繼續支持他 共和黨眾院議長麥卡錫 並沒有透露自己本次的立場 但是2019年 他還是特朗普堅定的支持者 而本次特朗普敗訴 麥卡錫至今不至於辭 和特朗普競爭黨內名額的 德桑蒂斯 黑利等強勢候選人 也都沒有對此事件發表評論 這個事件出來之後 美國共和黨的高層的大佬們 在這問題上大部分選擇 可以說是不知一辭 保持一個沉默 因為第一個不是形勢 民視 影響不大 第二個 性反對者的名稱 不是很好聽 可以說這些傳統的政客 也想在這問題上 不用太多的表態 像德桑蒂斯等等這些人 都沒有做表態 麥卡錫也沒有表態 這實際上表示 就是在共和黨內部 對於特朗普是否繼續支持他 是存在一定爭議的 這個疑問可能會引起切割 如果說特朗普能夠表示 自己要繼續堅持 而且他表示依然保持著 一個非常強硬的這種態度 很有可能他的整個板塊 都不會崩塌 那麼別人也談不上和他的切割 參議院共和黨黨黨編圖恩表示 雖然此事不會動搖 提到特朗普的堅定基本盤 但是可能會影響一些搖擺的選民 特朗普前下屬格里芬認為 不僅是搖擺選民 女性選民 也會對特朗普望而卻步 很多人在我的年紀 都會害怕別人說他們是民主 因為他們會自動地 當時特朗普的時代 我希望有一個新的候選 他們會反映我們的團隊 也會想把我們的年代 回到這裏 要獲得2024年選舉的勝利 那就是說取決於搖擺的 包括中間選民 在這些選民當中 當然構成了很多女性的選民 那在這個問題上 畢竟特朗普背上了 這樣一個罪名的話 會對女性選民 形成了一個排斥的一個效應 一個厭惡的一個效應 那麼現在特朗普也在想方設法地滅火 一方面他在動用各種輿論 來對自己的形象進行修復 另外一方面他目前也是在 和新聞界在討論的是什麼問題 主要討論的是比如說 現在美國的債務問題 那就是說你現在拜登解決不了的問題 我特朗普怎麼樣能夠幫助你們解決 用這種方式來把這些現在搖擺的選民 盡量拉到自己的身邊 也有媒體分析 特朗普被定罪 讓民主黨在大選中 有了更多的勝算 畢竟在此前的種種 針對特朗普的事件糾紛中 民主黨都在藉助各種方式 試圖削弱特朗普 在選舉中的競爭力 投之樂的就是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這邊 他不管怎麼說 特朗普都是自己一個強硬的對手 如果特朗普被幹掉的話 那麼共和黨意識拿不出來 能夠具有特朗普這麼高的威信 這麼高支持率的一個候選人 那麼顯然對拜登的選情是有利的 這是一個也是一個雙刃線 如果民主黨 特朗普的禁犯對者的這個標籤 無限地放大 那麼這方面第一個會激起 支持特朗普這些人 他們會同仇敵看 進一步在政治上抗擊民主黨 第二個 它如果過分地放大之後 那也會讓外界 特別是一些中間的選民 會感覺民主黨為了維護 自己的執政權力 真是要不擇手段 針對特朗普信虐待的定罪 他的團隊發表聲明 稱卡洛爾背後有民主黨的勢力 此前卡洛爾承認 他是一名註冊民主黨人 但作證時他表示 自己的政治觀點 與追究這起訴訟無關 他一直堅稱民主黨所採取的 一系列舉措 都是對他進行政治迫害 包括這個案件本身也是如此 所以從特朗普的角度來講 卡洛爾只是民主黨的一張牌 重要的是對特朗普 在2024年的大選 進行政治上的打擊 我們說通常在一個案件之中 對誰有利誰就最有嫌疑 那麼這一次民主黨 也的確逃脫不了嫌疑 但是像拜登就很小心 每次談到關於特朗普的訴訟的時候 他都表示一定要遵循法律進行 就是完全都出了官話 沒有任何就表示說 我們認為特朗普這個事情上面 他就怎麼怎麼不好 當然有人就拍到了 在說完了一番官話之後 拜登都說是詭秘的微笑 那麼這個微笑 應該是表示他比較高興 認為特朗普倒霉的話 對於民主黨比較有利 美國這個黨派分裂 撕裂的這個政治背景下 越來越多的這個陰謀論 它產生是有土壤的 越來越多人懷疑 它背後有政治操弄之手 這事也是合乎親禮的 雖然無論是美國政府 包括受民主黨影響的 美國司法系統是否認的 但是美國民眾 可不是這麼想的 他們可能認為這個邏輯是存在的 而且為什麼都發生在特朗普身上 美國也有媒體分析認為 雖然目前尚無法判斷 有關性虐待的裁決 是否會給特朗普的競選前景 蒙上陰影 但特朗普將藉機 繼續扮演受害者角色 讓他的支持者進一步相信 有人對其進行政治迫害 而他本人則是一個 對抗不公正待遇的英雄人物 特朗普的政治人士 是一個遭受了很多的 不公平的政治迫害打擊 但是依然努力不屈地站起來 帶領美國擺脫民主黨政府的 這樣的一個控制 讓更多的選民迎來他所謂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高光時刻 我們看到他的這個手段就是 共和黨的選民再一次集中在他後面 他的競選的籌管大幅地增長 他利用這個事件的曝光度 來增加他自己在美國國內的 這樣一個影響力 最新民調顯示 這名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 共和黨的潛在候選人 在選民中仍然非常受歡迎 大多數政客和媒體分析認為 雖然目前無法判斷 有關特朗普的裁決 是否會給他的競選前景蒙上陰影 但此事幾乎不會動搖 特朗普的選民基礎 我們現在看到 特朗普儘管遇到了訴訟 但是他的整個的支持率 還是很高的 其實要我說 這是美國的一個悲哀 明明知道這個人品行不端 也明明知道 另外一位候選人已經年過八旬 但是美國選民 只能在這兩個人之間 就是一個 有人開玩笑 說一個老人 和一個犯人之間進行選擇 那麼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 主要是美國的政壇青黃不接 目前沒有更好的政治人物 能夠接替他們的位置 那麼有人就講 美國的政治的衰落 也由此可見一斑 特朗普已經開始 為大選展開造勢活動 而他選擇參加的 第一場媒體活動 既然是罕見地出席的 他一直認為的死對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的市民大會 他重申自己在2020年 並不是敗選 只是遭遇了選舉舞弊 他又評價那起 被很多人視為 美國民主噩夢的2021年 選民闖入國會山暴動事件 他說那是美好的一天 特朗普曾經的執政 無疑撕裂過美國 甚至全球化 那麼 這一次呢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 《華潤鳳凶雄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 《華潤鳳凰雄聚焦》 我問他 新品牌的 在四月之間 《華潤鳳凰雄聚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